11.2毫米 多个路段积水严重 积水最深达30平均启动 防汛4级应急响应 疏通下水管道并抽牌积水 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18号下午1点多 绵阳延庭县的部分乡镇降下暴雨 莲花湖水库水位快速上涨 达435.7毫米 超过汛线水位1.2米 下午4点 七道闸门全部打开泄洪 受此影响 下游的米浆水位上涨 超过